给大家看一下我出门旅行的装备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放到我这样一个小包包里面的 首先最大头的就是这个 它是可以盒上的 就是一个盒子 收纳盒 这里面放了一个Mac 我如果用手机拍视频的话 就可以用它来收声 然后还放了一个我新购入的Action 2 这个东西可以挂在我的胸前 这个是它的挂绳 然后也非常的方便 可以拍到一些即兴的我看到的 来不及拿手机拍到的一些画面 然后另外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还可以放一个小相机 就是我现在拿手机拍的这台相机 是一个Action 1 它可以放到这里 所以我这个小包包 可以一下子收纳三个设备 非常非常的实用 然后还有就是 这台相机是我大学的时候买的 一直陪伴我到现在 就是我带了一个武林的小鱼鱼 然后这个出门旅行必备 洗手 我装了一个小包装 这样可以在我路上想要洗手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的取用 这是酒精棉了 可见啊 酒精棉和洗手液 可能是为了干净而准备的 这些呢 就是我所有会放到这个包包里面的一些装备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行李箱环节 我这是一个24寸的一个旅行行李箱 就是上飞机的话其实是要脱运的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起啊 就这边其实就是衣服 我已经装好了给大家浅浅的看一下 打开 因为夏天嘛 所以要装的衣服非常的小 另外我还装了一个床单 在外面旅行的情况下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酒店的那些床单不干净的话 就是在网上可以买一个这种小的床单 它虽然占一点点位置吧 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东西 还戴了帽子 一次性的内衣裤 这边是松松款款的一个状态 还可以装蛮多东西的 然后另外看这边 这边呢 面膜 我带了四张面膜 这个面膜这个东西吧 就是有的时候你永远想不起来贴 但是没有的话心里又会没有安全感 然后另外就是蒸汽眼罩 我带了两个蒸汽眼罩 以备车上想休息的情况下不时之需 然后还带了一个游戏机嘛 就switch 然后里面是我最近正在玩的塞尔达 OK 这就是整这面的介绍了 这面介绍就完毕了 好的 现在让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如你所卷 就是一些洗衣液呀 沐浴露啊 然后洗发水呀 然后还有一些一次性的洗脸金呀 巴拉巴拉 反正就是洗漱用品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些急性的包装 比如说我不带行李箱出门的话 然后我又要去那边过夜的话 就我可能把行李箱寄存到某个位置 但我要去那间过夜的话 这些就是非常简单的 这些都不用带 然后带一个就可以出门了 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一种装备 这个是空的 还没有装东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我的一些数据线呀 就充电的一些线 然后这个是毛巾 我也额外带了一个毛巾 以备不时之需嘛 这两个是化妆包 两个化妆包的目的 就是一个化妆包 有一些大的东西 可能装的不太像 那这两个化妆包的话 它就能完全的装下 然后保证我这个行李箱里 是没有任何一件小东西的 非常完美呀 那以上就是我这趟旅行的 所有装备了 我带的是一个24寸的行李箱 说实话啊 这个行李箱略微有一点点大 就显得我很小啊 但因为需要在外面三个月左右嘛 所以就整了个大的 也非常能装 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讲一下收拾行李的小tips 首先呢 要分类 比如说刚刚衣服 衣服一类 然后另外一类就是你的鞋呀 你的充电线呀 数据线呀 这些用不着的东西 然后就是包包 包包里就是一些常用的装备 我是因为要拍一些视频 所以它会有一些电子设备 那如果你们日常出门旅行的话 可能就是手机 或者一个小小的一个微单啊 其实就够了 最重要的一个收纳小技巧 就是你装衣服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衣服 卷起来 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收纳空间 然后可以装更多的东西嘛 好 以上就是我出门旅行的所有装备了 我们下期见 因为比较赶时间 所以没时间跟大家拍了 看这就是我的行李箱 然后下面是个右行李箱 这样挂了个杯子 然后箱子在这里 然后呢 我后面还背了一个包包 就长这样 就是那个小包包 我放东西的那些小包包 好 就这样了